大家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华府观察 拜登上台之后,在应对焦头烂额、有增无减的美国分裂情绪等国内矛盾的时候 很多国家都在关注拜登政府外交领域第一个100天的走向 美国多家智库学者认为,从气候变化到与中国的关系 再到如何结束美国无休止的海外战争 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团队上任之后,最起码面临十大挑战 对拜登来说,这不仅仅是调整 更多的是前任特朗普总统在离开之前给拜登设置的重重障碍 四年前,特朗普在上任的头100天里边就宣布了全面的行政命令 旨在推翻和废除前总统奥巴马政治遗产的一些关键元素 并推行美国优先政策,打破两党之前几十年来在外交政策上形成的所有共识 而今天,刚刚上任的拜登誓言要放弃特朗普时代的主要政策 以应对一系列新的国家安全威胁 包括从目前的冠状病毒大流行到美中紧张局势的加剧 再到伊朗已经走到了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边缘 美国前高级官员和专家说,美国国家安全和国内严重分裂的党派政治结合在一起 给拜登新政府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也是拜登在参议院12年的同事哈格尔认为 拜登要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了最初的100天 他将不得不着手立即来重建恢复美国的联盟 向美国的盟友来保证 美国将重新回到全球各种游戏的中心 并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 像前国防部长哈格尔这样的想法的美国人不在少数 他们似乎看到了在被特朗普打破两党外交共识 削弱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领导地位以后 拜登的任期是目前驱散这片乌云的一线曙光 在美国的一些专家看来 拜登政府新的外交政策不仅仅只是重新拾回奥巴马政府末期他们所留下的事项 比如在俄罗斯的问题上 拜登政府将会和俄罗斯保持坚定立场 拜登将继承一份涉及俄罗斯的早期国家安全挑战系目清单 然而拜登就职不到两周 美国与俄罗斯的新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 这一个对世界上两个最大核武库的最后一道检查即将到期 拜登和俄罗斯都表现出愿意延长该条约 其他早期挑战将包括回应俄罗斯对至少12个美国联邦机构的黑客攻击 另外除了华盛顿竭力阻挠的连接俄罗斯和德国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即将完工以外 美国将如何对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中毒事件做出最新的回应 在伊朗核协议上随着有关生命支持的协议达成 以及伊朗采取的措施来恢复其核武计划 想要恢复被中断的奥巴马时期的伊核协议 并不想重新加入该协议这么简单 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实施了进一步的制裁 在上周五就宣布了又一个新一轮制裁 就在特朗普与拜登正在交接的时候 这便加剧了美国与德黑兰的紧张关系 拜登之前这样表示过 他将为德黑兰提供一条恢复外交关系的可靠途径 如果伊朗重新严格遵守核协议 美国也将重新加入该协议 并将此作为后续谈判的起点 伊朗现在拥有浓缩油数量是当初伊核协议所允许的12倍 伊朗的目的很明显 这样可以使其在谈判桌上让伊朗具有更大影响力 拜登政府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经暗示 拜登政府可能寻求撤销特朗普对伊朗及其代理人实施的一些制裁 比如最近对野门胡塞武装的恐怖认定 而拜登可能希望在新的核协议中找到新的途径 来遏制伊朗日益增长的弹道导弹武器库 一些美国前官员预计说 拜登政府极有可能利用特朗普时期的制裁行为 首先与德黑兰进行艰难的讨价还价 说到伊朗核武 拜登政府在这方面的担忧和关注 无论如何都离不开朝核问题 尽管特朗普政府对美朝关系寄予了厚望 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也因此举行了两次被外界认为的华丽的峰会 但就在拜登即将开始新一届政府工作前夕 朝鲜刚刚展示了一枚新型潜射弹道导弹 向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发出了挑战 美国传统基金会专家 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克林娜这样向外界表示 通常情况下朝鲜会在新一届韩国或者是美国政府 上台后的几个月里做这样的事情 朝鲜早期的挑衅行为 促使前几届政府对朝鲜采取了强硬路线 美国朝鲜问题专家认为 金正恩上周在第八次党代会上 发表了激烈言辞的讲话 他公布了开发新武器的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 并且明确向外界释放消息 就是各种迹象已经表明 华盛顿的新政府不会改变对朝鲜的敌视行为 拜登在之前就一直在各种场合向欧洲伸出橄榄枝 从某种意义上说 在被特朗普辱骂了四年之后 拜登在改善与欧洲关系方面应该是轻而易举的 但是在很多人看来 那只是基调有所变化而已 拜登仍将有非常多的 甚至说是很难一时解决的 美欧在一些领域持续争端 所产生的很多现实问题 预计拜登政府将继续推动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 但他也有可能很快回顾并推翻特朗普 将驻得美军人数削减三分之一的努力 美国未来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存在 依旧不是很明朗 这些国家曾经希望美军更多的能够轮流驻扎 既然各国已经看到了1月6号在华盛顿发生的事情 拜登可能会发现 在欧洲反击极右翼极端主义变得更加容易了 但对于欧洲的其他国家来说 特朗普之后时光不会倒流 这就意味着欧洲国家们将继续开辟一条道路 以减少欧洲大陆对美国外交和军事实力 以及经济影响力等方面的依赖 一位德国高级官员就这样形容 美国同欧盟现在的关系和将来的关系 他说双方的不信任感不会轻易消失 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美国将永远是那个曾经选举过特朗普的美国 这也就说明了美欧关系一时半会儿 不可能成就拜登政府对于良好美欧关系的期许 在美国对外关系当中 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就是美中关系 无论你是从全球格局还是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 中美关系都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 拜登上台之前 外界对中美关系的走向充斥着各种猜测 那么现在拜登正式入主白宫 而拜登政府接下来又将如何来重新定义 美中关系的未来呢 特朗普之前对中国的强硬的路线预计 将在拜登的领导下继续下去 尽管会减少咆哮 并与美国的所谓盟友进行更多的密切协调 一个早期的潜在引爆点 可能是北京对特朗普政府决定 取消美国官员与台湾同行之间的 长期自我限制的强势回应 因为美国这一行为完全侵犯中国的主权 完全无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事实 另外一个是在经贸领域 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在过去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都在向美国最大的经济竞争者中国施加压力 最近几周 随着华盛顿对中国企业和投资施加更多的限制 事情变得更加激烈 与特朗普相比 现在的拜登政府的语气将更为可预测性 也更具有外交色彩 但分析人士认为说 在科技和贸易方面 新一届政府不太可能对中国放松太多 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全球策略师们 本周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 鉴于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越来越多 很难看到美国会立即扭转近期对华政策的鹰派趋势 从这两天拜登的内阁提名人选的言论当中 已经开始支持这一观点了 拜登政府提名的财政部长耶伦周二就声称 将对中国所谓的不公平贸易采取行动 这与特朗普政府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 一些最严厉的批评相呼应 但是这一言论却遭到了美国企业界 和智库专家的严厉抨击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因为特朗普在许多单方面的过激行动而陷入低谷 拜登政府在经贸领域 首先要恢复并且优先考虑 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 而这一行为不仅向美国的地区伙伴发出强烈信号 美国正在回归正常 同时这也会提振逐渐落后的美国经济 美国的一些经济学者 也向拜登政府提出警告 现实情况已经摆在美国面前 目前美国被排除在亚洲最重要的贸易协定之外 最近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将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亚洲国家联合起来 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 RCEP签署国共代表了近30%的 全球GDP和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 一些研究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人士说 拜登从其前任特朗普那里接手的是一个 已经被上届政府错误决定 酿成的紧张而混乱的对华关系 但是鉴于在特朗普政府期间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支持在经贸等领域 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加上特朗普卸任的前几周 对中国企业实施的一系列严厉的处罚 这都将使拜登很难轻易的来重启对华关系 即使拜登想这么做 但这可能真的需要一些时间 一些美国专家对拜登可能在与中国的关系上 采取更为理性的行动 表现出乐观情绪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贸易专家 曾经担任过美国国家对外贸易委员会主席 长达15年的威廉·赖因斯说 中国对美国的关系太重要了 拜登政府不能忽视 但也不能太着急 还有一些分析师表示说 尽管拜登的内阁人选中对中国态度强硬 但有理由相信 拜登对中国关系的理性战略将更具共识 这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破坏性更小 美国前职业外交官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白宫全球事务主任布鲁恩说 由于特朗普总统任期内 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地震和震荡 美国与中国这一外交关系大坝 依然在持续漏水 因此拜登政府必须采取积极的美中关系政策 这不仅有助于增强 美国在与中国战略竞争中产生积极影响 同时这也符合拜登政府的全球外交战略的核心价值 近期被提名为拜登政府的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的坎贝尔 在有关拜登政府就中美关系将来可能的走向上的一些言论 引起各方关注 坎贝尔认为停止美中关系直线下坠 需要中美双方停止针锋相对 并各自后退一步再各自前进一步的策略 坎贝尔的这一论调被一些美中关系学者解读为 美国正在发出建立可行的美中关系愿望的一种信号 不过无论你如何解读 也无论你如何猜测拜登下一步的对华政策走向 有一点我想是 包括拜登在内的所有人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 中美利益紧密交融的时代 新冷战和脱钩根本就没有出路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希望您能够点击关注 转发点赞我们的节目 这里是华府观察 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期再见